NBA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和NBA总裁施华 早前对香港问题和言论自由的表态 在中国引发轩然大波 不过8日宣布暂停NBA季前赛转播安排的腾讯 今天已恢复部分比赛的视频直播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腾讯今天复播的两场比赛 分别为早上6点多伦多暴龙对上芝加格公牛 以及8点以色力球队特拉维夫马卡比对阵迷尼苏达灰狼 从腾讯的直播表可以看出 腾讯播出的赛事排期也已经排到常规赛揭幕战之后 10月23日揭幕战胡人对阵快船也在列 但引发这场风波的火箭队并未出现在直播单中 这也让外界关注是否因为中方态度已经转变 引导事态往降温趋势发展 腾讯收到信号后默默恢复直播 报道指网民对腾讯此举持不同的态度 有些网民称要从大局出发 表示外交部以表态开放包容 别再闹下去 以防别人抵制冬奥会 也有一些网民帮腾讯说话 表示腾讯一直没有强烈反对 没有直播怎么收会员费 而且腾讯一开始就是声明停播季前赛 中国赛没有说要封杀NBA 不过仍有许多中国球迷表态不会再看NBA痛批腾讯下跪的举动 直言怪不得老美看不起我们 中央社报导指腾讯经过与阿里巴巴集团的激烈角逐 于今年7月底宣布拿下2020年至2025年的NBA中国数位媒体转播权 腾讯为此付出15亿美元的天价 是之前与NBA签约合作5年总价的三倍 再次刷新了中国市场体育版权价格的记录 今日新闻提到由于NBA在全球体坛地位举足轻重 先前就有媒体分析以NBA的独特地位 或许可以扛住中国的巨大压力 亦有评论指出可能是因为美洲贸易战有缓解迹象 双方互有妥协所致 NBA火箭队总经理莫磊的停港言论意外引爆一场中美角力 但近日似乎有降温的迹象 腾讯体育也恢复转播 这是否与即将表决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有关呢 根据香港经济日报 日前莫磊因为在推特表达支持香港争取自由民主的言论 惹怒中国 不仅赞助商纷纷取消合作 央视与腾讯也一度停播NBA赛事 但经过几天的高调谴责 中国官方突然态度大变 不再对NBA发出严厉批评 有关NBA与中国的新闻也被急速降温 就在今天腾讯体育的NBA直播单 已经恢复了部分比赛的直播 对此呢有分析认为 中方对NBA问题及降温 有两个重要考量 一是为了避免让更多的中国民众 再度关注香港抗争 第二则是不想引起美国公众和舆论的强烈反弹反感 事实上美国国会正商讨通过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 若此时中方放大跟美国的价值观冲突 恐怕会让美国有更多借口施压中国 香港经济日报另一篇报导指出 香港人权法可说是给予川普两把利剑 对香港实施制裁开绿灯 使中美角力延长格局 根据了解这项法案一旦通过 川普刻意根据马格尼茨基法 对破坏香港基本自由及自治的人实施制裁 冻结他们在美资产并禁止入境美国等 其次在香港人权法的框架下 川普政府可进一步调整香港与美国的双边关系 要是美方采取更加强力的制裁 包含类似针对伊朗的金融制裁 禁止使用美元结算等 这势必会直接冲击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以及中国市场门户地位 令中方及外国投资者损失巨大 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指出 美国如大力多方位施压 会迫使中方扩大投资寻求自己自足 加上西方银行和企业可能退出香港 反倒使中央对香港掌握更大影响力 趋向一国两制实际上的终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周日 与尼泊尔总理奥利会谈时 有一番似乎不合常规的表述 他说任何人企图在中国任何地区搞分裂 结果只能是粉身碎骨 任何支持分裂中国的外部势力 只能被中国人民视为痴心妄想 发广报导指 一般国家领导人在外访问 尽可能不对本国事务发表评论 以显示国内团结整合如一 也避免留给反对派批评的口实 习近平自然不担心国内存在什么反对派 但以如此语调当着尼泊尔总理表述 多少令人有些诧异 习近平这番话是说给谁听呢 报导指在观察人士看来 大约有两层意思 一对内二对外 所谓对内在目前情势下 主要针对的是香港 香港局势失控 危机深重 习近平处理香港的方式在中共党内引发很多批评 除了香港显然针对的是正忙于大选的台湾 香港反送中爆发以来 台湾总统蔡英文多次发表强硬声明 警告北京对香港民众表示支持 而所谓对外 习近平用了被中国人民视为痴心妄想的说法 因为想堵住外国人的嘴不容易 要杀出去更不容易 所以用了痴心妄想这种表述 但如果是中共政权管辖之下的中国国内同情支持港人的 就会遭到被严厉镇压的命运 另外有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如此杀气腾腾 一个是与最近以来他不断重复的伟大斗争有逻辑联系 另外一个就是为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铺路 习近平需要向党内展示一个强硬形象 久拖不开的四中全会很快要开了 中美刚刚达成的部分协议给习近平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四中全会上习近平完全可以把这第一个阶段协议 或者是口头协议作为一个重大成果 向中共中央全会显示 不过香港危机持续深重 习近平最终很难平息党内对香港问题的不同意见 借反问尼伯尔之机发出强硬警告 既警告香港若情势持续下去必动武 又警告党内别老拿香港说事 否则有分裂之嫌 起到敲山正湖之功 报导最后提到就像习近平年初预感到要发生重大风险 他需要不断发出强硬的声音 但是一个看起来这么强大的习近平 还需要跑到外国对国内事务发声 还是让人感到稀巧 美国国会表决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前夕 华尔街日报今天刊登美国联邦众议员马洛尼的投书 他称本月稍早时与一群跨党派国会议员 申请赴中国签证 但遭北京方面拒绝 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代表团打算造访台湾 他并直指中国试图施压美国国会 阻结美方与台湾交流 综合中央社与香港经济日报 马洛尼在文章中谈到 北京此举和试图压下美国对香港反送中的支持 出自同样逻辑 急于控制国际论述 如同美国职业篮球联盟 NBA与其他美气现在学到的 若想和中国有商业往来 香港反修例 新疆在交易营等都是绝对碰不得的问题 他强调中国官员多次告诉他们 如果取消台湾行程就可以拿到签证 中国官员甚至要求他发表声明 支持北京版的一个中国政策 马洛尼表示 这种手段分明是签证勒索 目的是要制止美国国会和台湾文件交流的悠久传统 他并提到 中国曾透露国家资助的假新闻行动 干预台湾2018年九合一大选 现在又有迹象显示 台湾2020年1月的总统大选 中国也想故技重施 他表示中国的动作与手段不仅如此 据国会议员于门外 只是最新举动 但美国有义务履行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 他表示 接下来几个月会思考有哪些方法 可以在符合共同国安利益的前提下 让国会加强对台支持 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压迫和权威 美国必须支持民主与自由 中国海关署 今天公布9月份外贸数据 以美元计 中国上个月进出口数据都逊于预期 而贸易顺差则多于预期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中国最新的外贸数据显示 以美元计 中国9月出口年减3.2% 进口年减8.5% 贸易顺差则为396.5亿美元 至于前三季度 中美双边贸易额为4026.6亿美元 其中中国对美出口为3120亿美元 自美进口为906.6亿美元 均按年大幅下滑 报道引述路透分析 有经济学家指出 考虑到去年同期基数较高 外部经济持续恶化 导致外需萎缩 以及内部经济持续下滑等因素影响 无论进口还是出口疲软 都是预料之中 然而分析师普遍估计 短期内经济数据可能会稍微好转 但长远却不看好 若美国关税短期内没取消 关税影响在明年恐进一步显现 再加上整体大环境影响 出口也难以好转 贸易多元化难以弥补上述因素的影响 至于关税问题 根据据亨网摩根士丹利在最新报告中表示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达成战时协议 充其量只是种不确定的安排 不能排除后续双方另一轮关税上调的风险 只要美中未达成可持久的争端解决办法 关税进一步升级的警报就无法完全解除 报道指令有分析指出 川普说美中接近结束贸易战是不可信的 外界不应期待在2020年削减关税 而另一大行高盛也持谨慎态度 认为美国所宣布的15%关税 有60%的发生几率 不顾客政的时间点可能不是在12月 而是延到明年初 摩根大通则是指出 在美中两国经过数月的贸易关系升级后 第一阶段的协议虽然是积极发展 但不足以改变市场 美中关系很有可能再次加剧升级 2020年总统大选期间会更加明显 然而中国海关总署仍想给出定新丸 其新闻发言人李奎文指出 未来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复杂严峻 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韧性强 外贸结构优化 动力转换加快的总趋势没改变 全年外贸将持续保持总体平稳 稳中提值的发展态势 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 在今年2月28日获释之后 并未真正获得自由 而是被软禁在位于河南信阳市的老家 他的妻子金便林告诉德国之声 中国政府依然持续对他们进行24小时的严格监控 金便林说 信阳市当地警局在江天勇父母家对面 弄了个临时小屋 全天后派人轮班监控江天勇 连出门的必经之路都装上监视器 他表示从自己丈夫的案件来看 中国的法律根本是张废纸 既然中国政府自认依法治国 那么就应该还给江天勇应有的自由 希望国际社会与人权组织能在访华时 找机会探望江天勇 并把中国打压人权的真实情况分享到全世界 此外金便林说 江天勇在被关押的两年期间 疑似因受虐与被强迫服用不明药物 导致记忆力严重下降 腰也因为受伤 无法和正常人一般坐立 没想到在信阳市医院检查之后 医生却说江天勇的身体很健康 金便林认为院方是受到国保的威胁 才说出这样的话 10月1日前夕 信阳市警局突然派长官到江天勇父母家中 表示要对刑满释放的人进行回访 当江天勇再度提出要就医的需求时 他们不同意并与江天勇发生争执 根据金便林的说法 江天勇不断抱怨自己虽然表面上刑满释放 但一点自由也没有 金便林说他们在骂江天勇的同时还录影 我认为他们这么做是想借由激怒江天勇来录下他的反应 然后以后可能以此为证据来再次拘捕他 金便林说他目前只能透过微信 偶尔与江天勇发讯息或通话 而他也不清楚江天勇何时能够赴美与他跟女儿团聚 国际人权服务社的亚洲部专员大卫自从江天勇首次被关押之后便持续关注这个案件 他向德国之声表示中国过去几年逐渐开始将刑满获释的人从监狱转移至住所软禁 他认为中国政府可能会以相同的做法来对待接下来陆续获释的维权律师 因为这么做不仅能弱化中国维权运动整体的影响力 也能防止他们未来的规模持续扩大 央视新闻指出两岸40多名专家昨天齐聚福建福州 旧福州至马祖厦门至金门等通桥方案进行研讨 并已形成初步方案 其中金夏大桥方面以厦门岛为起点 经过海底隧道通往祥安区 再从大邓大桥接上大邓岛然后连通金门 根据了解金门和厦门在交通运输方面 目前还是依靠小三通的发展模式 但因为海运深受气候影响 有专家认为如果能够新建陆路桥梁 对于金门厦门双岛而言 不管是生活上的互补或者经济上的相互交流 都能提供更便捷的方式 对两岸人民是好事 然而两岸关系持续紧张 应涉及国安国防等多项复杂因素 一直以来对于是否新建金夏大桥 台湾多持保留态度 根据自由时报 对于中国称金夏通桥已有方案 陆委会今天说 相关报道是中国未推进习五条 与金马小四通的进程 纯属单方所进行的研讨及工程规划 且都以统一为前提 存在分化台湾的意图 没有正视中华民国存在 也没有尊重台湾的民主制度 陆委会强调金门马祖与中国福建地区通桥议题 现阶段并无必要性及急迫性 且涉及两岸协调沟通及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等 复杂敏感问题 需由中央政府全盘衡量及审慎评估 陆委会表示 支持金门马祖与中国福建地区的交流与经贸合作 但个别经贸合作仍需维护台湾主体性 符合政策及法律规范 不能预设政治前提 也不能因经济利益损害国家整体利益